右图为某种动物产生新细胞食然射体变化情形 然后顺序他说没有依顺序要你判断吧 好那他说这个图影呢是该分裂过程当中DNA含量哦 他讲的是含量哦 随时间发生变化的情形 那我们依一看 我们先把我的比弄细一点 因为这个图有点多 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DNA含量的变化 首先一开始是2 我叫做2A好了 2A 然后他会突然间变成4A 代表这个过程是什么 哦他逐渐增加了 这个阶段叫DNA复制 因为DNA的量变多啦 DNA正在进行复制 好复制之后呢 就到了2号这个阶段 接下来就往后开始变少 好变少呢 你看他先减少一次 再减少两次 你的DNA含量竟然分两阶段减少 这摆明就是减速分裂 不是有失分裂 因为有失分裂的分裂就一次啊 一阶段 这边竟然先降一次 再降一次 两阶段 所以可见 我现在进手指的这个缝隙哦 从2号时段到3号时段 就是所谓的减速分裂第一次 第一次减速分裂 而第二个这个这个虚线这边 为什么会从这边2A又叫 又叫成EA掉成EA呢 这就是减速分裂2 第二次减速分裂 好那如果你知道他的染色体这么变化 好我们可以把染色体的样子画上去 比如说一开始这是染色体 后来他复制之后变成这个样子 好复制完之后他会浓缩成棒棒状像这样子 好那第一次减速分裂只剩下 同源染色体中只剩下一个 第二次减速分裂只剩下这个 看到吗 我的这个图园小所以我画的也比较小 所以我大概知道这四个时段 1 2 3 4各发生什么事情 我连染色体都画出来 还没浓缩成棒棒状时 先复制成减速分裂 减速分裂分裂 然后再浓缩成棒棒状 然后第一次减速分裂 同源染色体分裂只剩下EA了 然后第二次减速分裂呢 是把减速分裂再分开 那还是EA 好那我们知道套数 然后也知道染色体含量了 我们来看这题选项吧 好图甲中的顺序应该是什么 好我们一一看 哇好多 好首先这个C一定最后 它就是阶段4啊 对不对 我就用B的那个阶段把它放过来 小C就是阶段4 它已经分裂完了 好那小猪呢 它是不是应该在阶段2 就是它还是四分体 这四分体 代表是联会 联会后进行后期 往后拉 那这个小E呢 那就是第三期 第二次减速分裂 把姐妹染色体分开 对不对 好那问题就在这了 这个小猪跟小E 跟小B 是相关的啊 像这个小猪是四分体 这也是四分体啊 那我这里叫做第二期 然后A这个图呢 是姐妹染色体分离 我也叫第三期好了 好那我们就第二期 跟第二期相比 小猪跟小B 是不是先排在中央 所以它第一个 然后再往后拉 这是后期 所以先中期 再后期 所以小B跟小猪 我知道小猪是 第二阶段的前面 小B是第二阶段的后面 因为一个先中期 这就是中期 第一次减速分裂中期 然后小B是 第一次减速分裂的后期 我就知道谁先谁后了 然后再比的是 小A跟小E 他们都是第二次减速分裂 这是第二次减速分裂的中期 我写中间干嘛 写中期 中期 所以这应该是 阶段三之一 而小A呢 是阶段三之二 因为它是往后拉的后期 后期晚于中期 好那按照下面的顺序 谁是第一个 我就再换个颜色 颜色太多了 按顺序来 这是1 这是2 这是3 这是4 然后这是5 好了顺序就这样 是不是 小猪小B 第三个是小E 然后小A 然后最后一个是 小C 好所以这里A 对了 这样慢慢推敲 它的时间顺序 A选项正确 好 B选项呢 如果我来对 所谓的 各阶段的对应 哎呦 你看对不对 小猪 是不是1 不是 第一个就打枪 小猪应该是2吧 所以你看我下面也顺便把 B选项也比对完毕了 打XX 不是 第一个就不对 那后面请各位自己去配对 它的配对错误了 好 C选项从2到3这个阶段 是不是从2N变成1N呢 是啊 因为这个阶段叫第一次减速分裂 第一次减速分裂 同样染色体分离 使得2N变成1N 所以这里的C 前半段是对的 先打勾勾 好 接下来 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 发生的是姐妹染色体分离 会使得姐妹染色体这个样子 分成一半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它的DNA 还要是不是减一半 对啊 所以C确定是对的 第一句对 第二句也对 C选项就是正确的 好 逐选项 如果都有一对基因 大B小B 大B小B要彼此分离 也就是同样染色体互相分离 发生在什么阶段 发生在 图甲中的小B 这个阶段吗 对啊 因为它是二号 二号就是第一次减速分裂 头缘染色体要分开 所以这一题它说 它发 头缘染色体分离 也就是第一次减速分裂的后期 往后拉 这是发生在图甲的小B 没错 然后图里的话是二到三 二到三 从这里到这里 我果然切一半 头缘染色体分离 进行第一次减速分裂 所以这里的猪是对的 最后一选项 它说小C小猪小E 三阶段的细胞 染色体套数各为何 我们就来看这边的图吧 一个一个看 我把比弄粗一点 小C是1N 因为它是 已经是最后阶段了 第四阶段了 然后呢 小猪 小猪在哪里 在这里 诶 哦 它是2N没错啦 对没错 2N 这是第一套 这是第二套 所以2N啊 它还在第一次减速分裂 还没完成 还在2N阶段 好 接下来是小E在这里 哦 已经是这样子叫一套 所以它是1N 所以它们顺序是1N2N1N 是对的 所以一选项是正确的 一选项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在看套数的时候 怎么判断 我就很快的复习一下 假设是这样子 这是第一对 第二对 第三对 好 这样子叫一套 这样子叫一套 所以我现在画是两套 如果我现在画是这样 那这叫做三套 那如果画这样呢 1 2 3 这叫一套 所以这个是一套 这样子叫一套 这样子叫两套 所以这有两套 这只有一套 所以这有一套 就可以判断了 好 所以这里大概E是正确的 以上是多选题第六题 这样子叫一套